今年53岁高龄的伊能静 因参加真人秀乘风破浪的姐姐 而再度被外界关注 日前她接受节目定义的访问时 原以为她是以参加节目作为主题 谁知伊能静的本色却尽现镜头前 在40多分钟的访问中 多次以退为进的先自踩再自赞 最厉害的是她踩到香港传奇歌手梅艳芳的头上 伊能静提到自己小时候为了找爱 所以忽略了自我存在价值 但在娱乐圈打滚多年 让被打压过磨砺过的自己 到今天可以有能力去教人 更说你不觉得我很幸福吗 我觉得我真的很幸福 因为通常在完成了爱之后 再去完成自我价值 你就再也丢不掉什么东西 可是如果你先完成自我价值 那很惨 因为你的事业已经到顶 那就会像梅艳芳 主持人问她原因 伊能静其情上面的说 因为她一辈子都在寻找爱 连她最后都瘦成那样 她在台上都要穿着白纱 人生不能倒过来 伊能静所指的梅姐穿婚纱 站在台上 是梅姐生前 2003年11月于宏馆举行演唱会时 于恩康环节穿上脱尾婚纱演出 当年梅姐只自己拍戏 穿过很多次婚纱 但现实生活中应该无法穿到 她又在台上讲道 我自己真想有一次机会 让我试一下穿着婚纱的感觉 我想不如在演唱会这里穿给大家看 当时的梅艳芳患有末期子宫颈癌 带病演出 而梅姐在演唱会结束后的第二个月 并与世长辞 梅艳芳是一位传奇巨星 被誉为香港女儿 她的铜像雕塑 至心都屹立在维多利亚港的星光大道上 伊能静这次提到梅姐 出动了不少香港网友的神经 大部分网友都谴责 伊能静为何要拖梅姐下水 用词更相当严厉 甚至苛刻有香港网友吐槽 梅艳芳是真正的明星 没人可以跟她比 伊能静永远无法体会梅姐的爱情观 梅姐原济上天堂 伊能静知不知道丑字怎么写 还有人说 伊能静对死者已经不尊重 先照下镜子吧 更有人指责 一代天后直到死后都受人敬仰 才知道骄傲 伊能静真是不自量力 梅艳芳宁愿爱情失败 都不愿意结婚 比不首富道 背负偷汉要好多了 广大内地网友看到梅艳芳被拉踩 也纷纷心疼梅姐 很多网友都留言 怎么回事啊大姐 你怎么有脸提梅艳芳啊 香港的女儿芳华 绝代引领 潮流天后之心 您是跟哪个字沾上边了 谨人顺行吧老阿姨 伊能静的言论 引起广大梅迷的重怒 对此梅艳芳的徒弟谈要闻也发闻 人的修养和情操高下力减 以梅姐的气度应该都是笑一笑就散 起码她近日知道每当受伤害时 还是有那么多人在守护她 支持她已经很足够 大家不需要为此动气 杨明的女友2010年港姐 季军庄思民也怒斥 她发什么神经啊 为什么要无端端批评梅姐 其实伊能静在这个访谈里 自己的言论就自相矛盾 比如她说有事也没家庭很可怜 梅艳芳就是这个例子 但转个头她就说 女人不是来服务任何人 不是嫁了男人才有价值 大道理讲的一套又一套 变脸速度特别快 日前伊能静还在微博发长文 用自身经历勉励粉丝 但却遭网民狂翻旧账 除了指她婚后偷食牵手黄维德 还质疑她公开与前夫于晨庆 所生的18次儿子 于汉瑞的恋舞短片 导致儿子一幅屁曝光 被大众嘲讽扮少女等 伊能静和秦浩重组家庭后 确实过得很幸福 但没有必要拉踩别人 来彰显自己的幸福 伊能静在镜头前给大家说 某天后凭借天资傲慢 说没人方式也登顶 也没自己荣光 说王志和王立宽是怎么教都不大会的笨孩子 尴尬的是 他还说自己不是老天人赏饭吃的音色 说自己也不想成仙 不想背个名牌包包了 在机场被拍 被问到事情了很拽 还反问你说啥呢 巧的是这些事王妃都做过 而他俩在患乐之城有交集 当时表面看起来挺和谐 也许是因为得罪了太多人 定义这期节目也已被全网删除 最新一期乘风破浪 也剪掉了伊能静的大量镜头 从无尽一变成伊能静 仿佛大家都忘了他 不过是当年闻于盛行时的小鱼小虾 不过是在大江里一同泵涌过 就有了谈天说地的资本 本质就是没有大红大紫过 正如网友所言 没有哈林 他可能连接触美艳芳的机会都没有 继花学民学后 芒果大讲堂又发布了伊能学 他在成功破浪的姐姐的周边节目定义中 提到自己作为老师 教王立坤王志唱歌有多么不容易 话题一度冲上热搜 最新情况是热搜被扯 他的一系列访谈已经下线 在一个40分钟的长采访里 伊能静的表达欲喷薄而出 但他的思维总像一个混沌宇宙 一言一句总在反复打脸 伊能静提到这几年过的都是晚年生活 陪孩子陪老公 做饭看书看电影 但是这些年他从未离开公众视线 至少综艺真人秀是一档接着一档 一边说很少回顾过去的永景 一边将自己拿过的成绩一数到底 采访中对自己的百度百科倒背如流 不断地Q到自己拍猴孝贤的电影 出了23张专辑拍电影入围了金钟奖最佳女主角 反正就是干啥啥都行 看起来崇心壮志的伊能静 却说参加姐姐没有斗志没有赢的欲望 只想把儿子的歌唱了 可他在姐姐里一开始就强调自己是专辑数量最多的姐姐 如果是来玩玩的心态 怎么对得起买过我专辑的人 姐姐中他逐字逐句耐心教王志和王立坤两个唱歌 小白的话续一度让很多观众感动 他自己也说在教他们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价值 他们给我信任我给他们爱 没想到他在电影中毫不留情地吐槽了队友五音不全 怎么说都说不明白 又吐槽拿最后一名的王志特别没自信 回到宿舍就哭 说为了教他们他花了十个小时 教到声音都哑了 第一次公演之前他一遍遍强调团魂 而舞台最后的拉票宣言 他又忍不住回顾起自己的19岁 最后还感谢了支持自己36年的粉丝 而隔壁宁静说的是 我们团队有一个人走 我就一起走 说好的团魂呢 关于这个采访 网友评论不一 有网友觉得滔滔不绝的伊能静 真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 只是因为毫不掩饰 才给人逻辑混乱的感觉 从1990年开始 伊能静前后出过18本书 即歌手演员作家主持人 编剧身份于一生 成为娱乐圈公认的才女 有一段时间 她常常是头顶才女标签出场的 很快她的博客也开始被网友盯着挑错 比如曼陀罗般旋转旋转 但曼陀罗其实是花并不是陀罗 此外还有一些错字和词语勿用 于是她被网友抄为白字才女 记者问她以后是不是会更加小心翼翼 她又生成了一套另类的逻辑 不是出了书就不可以写错字 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包袱 虽然被曝暧昧照在先 但不妨碍 以能尽受伤女子形象深入人心 2010年她转型疗愈戏女作家 出了新书灵魂的自由 出书同时自保 牵手门后自己曾经去修行 看心理医生 上灵修课 坐禅 找慕书祈福 但都没有用 最后是以内观和自省的方式 得以在伤痛后华丽转身 和秦浩杰婚身下米丽后 她是大家心中的超人妈妈 在这人秀中看到 她从名利七个月开始 就对腐蚀非常讲究 可这样一位主张科学育儿的妈妈 却真情实感地推荐起 儿童异生菌 于是又成了 儿科医生门的反面教材 现在她再从超人妈妈的身份中抽身 加入乘风破浪的姐姐舞台 估计是短时间内接收到 太多新的信号冲击 新的一轮逻辑冲突 又在她的大脑中交战起来 便呈现出采访中混乱的状态 看过伊能静的采访的人 应该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 她的那一套理论是一种 接近博论与诡辩的逻辑法 如果以她的逻辑去解释其行为 那是永远不会有任何不妥之处的 一般人的逻辑是须有个底线 在底线之上可以酌情而定 伊能静的逻辑是根据喜好和排序的不同 底线可以随之跳远 以人的当下的情绪为标准 那世界上不存在说不过去的道理 所以观众看到的她永远感动 永远感性 永远都在千种 愁绪里拔云渐日 五十多岁还在做梦 不是什么值得抨击的事 只是说当事人有一颗 还在试探的心 永远年轻 永远当公主之类的 也都不是什么值得抨击的事 不过没有必要一边当公主 一边要当笛卡尔 公主非要幻想自己不是公主 而是数学家 那真的是只有你自己 愿意相信的童话 但愿她说的五十二只天命 是真的了解了天命 可按照伊能静女士的思维方式 很可能不久之后 就有新的人生感悟吧